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中国好声音第九七迎来了最强战队的角逐 素以锐智著称的清华学霸李健 以3比4的威弱劣势西败谢霆锋 最终以最强战队导师的荣誉失之交臂回顾 这场精彩决论大战 谢霆锋在两个学员的质疑身当中扛住了压力 交出了一份要学员心悦诚服的答卷 若论学员的综合实力 李健战队要比谢霆锋战队更胜一筹 两人都手握两张王牌 李健战队王牌是单宇淳和宋宇宁 谢霆锋战队则是曹阳和贾义腾 单宇淳和曹阳都是兼具好声音和好形象的满分学员 宋宇宁和贾义腾则是创作能力 都是有目共睹的原创学员 其中宋宇宁的外形要比贾义腾更占优势 除了手握两张王牌 李健战下的还拥有声线极像吴清风的苏伟 爆发力极强的马迪娜 以及唱歌颇具天赋高的高瑞 相对而言谢霆锋旗下的另外三组学员 齐心 傅心瑶和匹诺曹的亮点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学员之间的对战 李健已经起高一招 导师之间的对决 李健的眼光和智慧应该也是要稍微的高出谢霆锋一点点 因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李健的胜算显然是更大的 然而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谢霆锋的运气比李健好太多了 谢霆锋战队五组学员整场比赛下来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反观李健战队呢 高瑞和宋宇宁都出现了失误 尤其是高瑞不仅唱错了歌词 还忘记了一句至关重要的歌词 对于高瑞的失误 李健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 他用一番睿智的说辞 既抚平了高瑞内心的愧疚 又帮他赢得了李荣浩和李宇春的支持 他先是开诚不公的指出了高瑞唱错了一句词 接着他话锋那么一转说道 唱错词是很多巨星的毛病 习惯 侠目掩语没有关系 幽默睿智是李健为学员拉票时候 一个强有力的杀手锏 大家还记得李荣浩战队 PK谢霆锋战队的那一场吗 当时李荣浩战队的陈默涵 只唱错了微不足道的一个字 看到唱成了听到 李荣浩便开门见山 指出了他的错误 然而他的表达方式太硬了 硬到毫无转环的余地 最终结局是一脸尴尬的陈默涵 以一票直插 输给了齐心前功尽弃 再后很多人感叹 如果李荣浩的口才能够有李健一半好 那陈默涵一定稳赢 不过上帝是公平的 他把创作天赋给了李荣浩 把好口才留给了李健 无巧不成说的是 唱错歌词的高瑞 最终也是以一票之差 输给了傅心尧 李健的运气差 既表现在旺材的高瑞和宋宇宁的身上 也表现在 因为感冒而嗓子发言的马迪娜身上 马迪娜对战的事业假一腾 他演绎的歌曲叫做《难忘的一天》 这是一首对嗓子要求高到 可以用苛刻去形容的歌曲 因为嗓子状态不佳 马迪娜拼命标高音 标到最后的时候 声音明显出现了疲态 不过李健老师点评也非常聪明 他说 一个歌手并不只是说 在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去演出 任何时候不管好不好 都要达到一个水准 你做到了 这是一个额外的馈赠 李健的评语受到了马迪娜的心卡 让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这种评语对于拉票是非常有帮助的 遗憾的是 贾一腾的原创歌曲《黄昏行》确实太棒了 词儿曲都棒 棒到了全场观众都跟他欢快的互动了 最终马迪娜以22比31输给了贾一腾 运气好是谢霆锋显慎礼剑的关键 不过呢 更重要的是 他也拥有让学员的心服口服的智慧 谢霆锋在排名部队的过程当中 先后遭遇了两个学员的质疑 一个是傅信尧 另外一个是贾一腾 当时呢 谢霆锋要傅信尧第二个上场的时候 傅信尧是拒绝的 他的建议是让齐心先上 他认为齐心翻唱了01年的 为你我受冷风吹 更为广为人知 更适合先唱 这个时候谢霆锋 以胸有成竹的口吻说道 你们要相信我的排名部阵 贾一腾跟傅信尧相反 他迫不及待的要上 谢霆锋战队在取得3比0优势之后 算准了李坚 必然会使出杀手锏 单一纯 所以他没有被胜利冲衡头脑 硬碰硬 而是非常智慧的采用了 田记赛马的战术 让相对最弱的比诺曹 去挑战单一纯 对此贾一腾非常不理解 他有些自负且生气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我呢 在他看来呢 谢霆锋应该一股作气 乘胜追击呀 谢霆锋看到了贾一腾的脸色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的结束了一番 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谢霆锋继续安慰他说 你要相信我 我之后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事实证明 谢霆锋确实太睿智了 如果当时耳根那么一软派 贾一腾出战 极有可能会输给单一纯 而比诺曹几乎必败无疑 那么他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战胜李剑的呀 谢霆锋战队赢得比赛之后 学员们不悦而同 送上了心悦诚服的目光 李剑不仅是四个导师当中最强的 战队动和实力也是更胜一筹 在这双重压力之下 谢霆锋之所以还能够 力往困难 逆风翻弹 靠了绝对不只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运气 还有他那令所有的学员们 心悦诚服的智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